- 國際浮王的香菇兒 沒關係 NEO 哈昊爾 大家好 我是哈昊爾 今天快速為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卡蘭德聯盟的新傳奇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Let's go 那首先呢 第一件叫做 Ghost Ride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他的看點就是可以把50%的最大生命轉換為能量護盾 那喜歡幻化守衛的小夥伴 可能這件衣服可以當作是你前期的考慮 後期當然還是要穿別件吧 有人說象牙塔不錯 那我記得穿世界的衣服啦 然後穿這個生成記憶調的那件無常禮袍 好像還是後期的首選 那你前期沒有錢的小夥伴可能可以用這個抗一下 可是你要想辦法把你的混抗撐高一點 因為你的生命值會變得很少 如果你要給幻化守衛穿的話 你的生命就很少 那你要無視混沌抗性的話就比較麻煩 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下 那第二個呢就是聚光譜 聚光譜好像都有改 他都有改的樣子喔 我們看一下 他這個是7%抗嘛 然後這個有25%暴率的 那這顆好像是新的 這顆是加1最小耐力球 大家看到這個最小耐力球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覺得加1最小耐力球還不錯 還不錯啦 可是 感覺也沒用沒用的 好像是出來做給 做給大家 看一下 這個 對 這個以前就有了 這個就不看了 那下面這個也是 加暴擊加成 而且是召喚物喔 那你可以帶3顆就是30% 可是我覺得30%也有一點少耶 有一點少 每個聚光譜讓召喚物加10%暴擊加成 然後我帶3個 我花了3個洞 增加30%暴擊加成 其實有點少啊 如果是100%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吧 我覺得這太少了 對 那我們再往下看吧 下面是比較厲害的 這個戒指啊 看起來很厲害 他這邊跟你說 你可以鏡像你的另外一個戒指 但是 我在 直播上面 直播上面都有討論說 如果我 右邊這個戒指 是帶這個 前人之戒 那我左邊帶這個戒指的話 那我沒有辦法塞我的 寶石上去啊 就是技能上去 所以這個戒指 上罪 也就是 固定吃罪 有沒有辦法 鏡像過來 其實我不知道 如果可以的話 很強啊 你可以右邊的帶 帶個加球戒嗎 啊左邊帶這顆 那你就 兩邊都有加球 可是 固定詞罪可以被 鏡像嗎 這個真的是一個問號 好不好 這個新的 卡蘭德 的 Touch Ring 卡蘭德拉斯 Touch Ring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好玩啦 就好玩啦 那下面的詞綴就是前綴後綴應該是可以完全複製過來吧 鏡像過來 他算是鏡像 他不是複製 對那我們要去看一下鏡像這個 這個詞綴到底是什麼 對那我們到時候再看這個戒指吧 這個戒指看起來好想玩喔 然後再來下面是這個敬禮護手 他這個戒指 這手套 這手套我們在直播上面有討論一下 這個手套其實也不錯 他說你擊中傳奇怪物的時候你會有一層四魂者 那你最大可以有50層 可是你不在傳奇怪物面前的時候你3秒就會失去一層 那這個倒還好反正這個是打王的手套啊 你可以獲得50層的 四魂者 那四魂者是什麼 他他可以給你buff 那我們來看一下四魂者是什麼好了 我們那個四魂者應該是長這樣 他就是一個buff嘛 那他這個buff呢 可以讓你增加攻速 然後增加施法速度 還有角色的體型 大概是這樣子 對那你有50層的話 就還蠻多的 你可以疊 疊很多 在這裡嘛 對你就可以疊很多 那這就是我們的 鏡禮護手 我覺得這個手套算是有搞頭的 前期穿的應該也蠻強的 不過你攻速要夠快 這個手套 好不好 我覺得他算是 不錯的道具 有機會喔 這個手套有機會來玩一下啊 那我們再往下看吧 往下看是這個傳奇地圖啊 這個地圖是讓你通往那個 試煉大師的那個地圖 對那他長這樣 對這個要去查一下 這個我在 直播上面有查過啦 我現在懶得查 給你們 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他應該算是一些 死罪 像第一個 我介紹第一個 第一個好像是讓你的混沌 你會持續受到混沌傷害 好吧 他是一個負面的效果 下面可能是負面吧 可能 就是會讓你受到什麼 哎呀 持續毒傷 持續火傷之類的 我只查了第一個 好 那我們 這個地圖就這樣 他就是 反正他就是你只要記得他是讓你通完試煉大師的地圖 撿到這個地圖的時候不要以為他是廢物 要留一下 或是你想要賣掉也可以 賣個神聖石吧 之類的 好那最後一件呢 是我覺得 前期很強的 衣服 前期值的就是你在拓荒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看起來蠻厲害的 他 給你了猛攻 你們知道那個猛攻 鞋子 在3.18的時候很難拿嗎 因為 猛攻鞋 我說追憶石罪啦 很難拿就很貴啊 他一雙要20幾EX吧 那現在轉換成現在應該是30個 神聖石之類的 你的鞋子只要有追憶猛攻的話 那就是超強 對 那他這個 我很喜歡 就是前期啦 前期很喜歡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殊的 方法可以把這個取下來 如果在下一季的卡蘭德聯盟 可以把它取下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 有料 就可以把這猛攻取下來 那 希望有啦 好不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 嗯一螃子 嗯 嗯 嗯